早安 欢迎收看智库通 如果想令香港的金融科技 发展得更加完善的话 金融公司就必须要踏出一大步 跳出原有的框框 令到香港的发展步伐加快 但如果想达到领先国际的水平 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今集智库通就和您一起讨论一下 大家好 来到智库通的Fintech全方位 上个星期和两位主力推动 Fintech发展的朋友谈过 关于香港的发展步伐 未来如果再想在这个范畴里加快 甚至在国际当中 都可以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 我们还要做些什么呢 今集就会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再次欢迎你 阿波 你好 阿波 你好 Darren 你好 你好 阿波 其实上次也有提过 其实想发展得好 当然金融公司要走出一大步 由传统跳出框框 加入很多科技元素 不单要稳健 亦要提供很多新方案 在这里牵涉了一个问题 就是去哪里找适合的人去做这些事呢 就是过往可能是阿波都清楚知道 就是金融行业 大家就有一个投资的触角 就是或者是做一些稳健的服务 就已经是被大家接纳的了 但现在一样新的东西 中国政府让我们成为费克价 这些人是我們可ommy trust 可以说非常缺乏 大家知道最近的这两年 香港是成立了数个虚拟驰牌照 第一是在金管局 推出了虛擬銀行牌 有八個牌 但到現在都剛開始 有些產品出來了 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是不夠人才 我舉例Darren所說的ABCD 例如Big Data或其他方面 這些人才是靠甚麼呢 靠傳統讀統計學的人 他就在裡面學來做 事實上沒有人讀Big Data或AI 即是在這方面 現在在大學才開始有 AI這些系統或這些課程去讀 但有些人還未畢業 那你怎麼辦呢 就算Fintech的學科 都是學士的 都是理工和中大最早有的 但現在還未畢業 好像是第二年升第三年 碩士剛好今年才出來了 去年九月開始 有些醫生才有 所以真的要讓大學 提供這些人才就有 最快就唯有是靠轉行 轉行就是我讀統計學的 我對於數字和其他東西 我可能處理資料 統計學那樣 我就膽糟糟 你需要人就沒辦法 就請我做的時候 我就幫到你慢慢了解 金融那方面的要件 變成Fintech的東西慢慢開了 但這些人才就很難 很難找到 而且需要很多人 還有Virtual 還有Virtual Insurance 虛擬保險公司都發了三個牌 最近有一個就是做寵物的隊伍 在網上就已經發了牌 但這些人才在哪裡呢 還有其他我們說 傳統銀行、傳統金融機構 他們都要掛掛對手 全部都是Fintech的獨角獸 那這些角獸 我不是Fintech 我怎樣跟他們打呢 我們都要做一些事 所以人才根本是完全不夠 最快的就是現在有些大學 例如香港的空間 或者其他這些 或者理工的速度 就是讓人們讀一些考試的課程 考上Fintech的認證 例如CFT這些國際認證 例如CFA那些是基金經理分析 就讀了他 他有經驗做 例如Fint有經驗 他對於聽不懂 他讀了這些課程 考了這些國際認證 就可以去應徵 那是否容易入場 而且因為缺人 人工有時候都很高 升職的機會也快 而且因為金融科技 隨時都有股權 所以如果公司做得好 然後上市 年輕人我們看到 阿里巴巴有些三十多歲的 已經賺很多錢 我覺得將來香港的年輕人 是有很多這些機會 在Virtual Insurance Virtual Banking 很多Virtual 現在MPF也做了一個金融平台 他叫做EMPF 我就叫做Virtual MPF 其實已經做了 投資了幾十億 開始做了 需要很多香港的人才 香港的年輕人是很需要 不是不夠的 現在就靠海外 給一些我想有移民有特別 他們專才 但是我們香港的人 我們覺得 我們現在要去大學 其他事情告訴他們 你讀要讀這些東西 出來真是前程似這樣 前途的錢 又有一個前字的前血 兩樣都有 你也說 其實是因為到處都搶人 不單是新興公司請 還要是傳統的公司 本身可能都沒有人 又是要同一班人 如果是的話 即是傳統的大公司 或者新的科創公司 同時都是欠缺的圈圈 而且那個圈不是很大 都是欠缺的同一些人 Darren 這個情況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即是在科技界當中 即是會不會說 以前可能是剛好轉變 千禧年代 大家都又是說科網的時候 其實那時也曾經吸引到 很多人專攻這個範疇 因為都是天之嬌子 是的 我想要說十幾年前 例如你剛才說得很好 例如科網爆破的年代 其實當時 科網爆破已經開始很需要人才 但這個情況 十幾年前 我和以前一間機構 去成立一個科網爆破的組織 的時候 已經遇到這樣的挑戰 到今時今日 我都依然遇到這樣的挑戰 在香港市場上 很難請到這樣的人才 以及剛才Paul也提及過 其實香港真的很缺乏 Fintech的人才 其實Finance 或者是IT人才 香港是有的 但又認識Finance 又認識IT的人 其實真的相對來說是少的 我自己屬於不同的專業團體 我屬於IT的專業團體 我自己本身也是會計師 我發覺 我傳統的會計行業的專業 他們對於技術 未必那麼熟悉 雖然他們在金融方面 是有很豐富的經驗和知識 但對於技術 不是那麼在意 那麼理想 那麼IT人也是 技術是在香港很多人才 但真的熟悉金融 又不是太多 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們令到一群 金融的專業人才 他們懂得如何用技術 去幫助他們 而一些技術的人 如果他們懂得多些 資金融資金融資金 知道怎樣可以做多些 資金融資金融資金的時候 那個平衡其實是很厲害的 但其實想知道 當然大家不知道實質數字 A公司和B公司究竟會用多少倍 但你們預計 因為這些這麼學士的人才 出來的話 譬如大學畢業生計的話 會否已經跟以前進入iBank 的薪酬水平差不多 或者預計他們的晉升階梯 可能還會再快一點 我覺得是的 其實你看一下Darren說得對 以前有些資金融資金 或者我們讀科技的人 那些高材生 早就已經被金融機構請了 做甚麼呢 做模特兒 做程式 做很多東西 投資債券、股票 全部等於iBank 就很賺錢 或者有些人做了 做了我們對沖基金 Hash Fund 用了程式 像我所說的Valason 那些全部200個 就是數學博士 所以金融 在科技上認識的人 就去了金融 但做了這幅 有些聰明的 我剛才說的 傳統我們那時候 到現在都是 全部都去做醫生 不是做醫生不好 是很好的 但大部分都去過了 沒有人去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很缺人 那你說缺多少人呢 我想告訴你 每間Virtual Banking 台灣人的Tag是不錯的 但Finn 就真的比較落後 對香港來說 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 所以我們去台灣的時候 他們都說 他們讀完Tag的人 最好來香港 Finn那裡先浸一下 做一下東西才行 你看台灣的 即是金融真是相差很遠 還有新加坡 又發派虛現銀行牌 那人從哪裡來呢 又搶 其實美國那些 一樣都是在做 追求的 JP Morgan其他東西 在做虛擬貨幣 就是他用對美金來做 就是這樣的做法 各方面都是做 例如Facebook也想做 也想做 例如貨幣 現在各個不想他做 暫時被禁止了 但是他仍然想 每個地方的貨幣 用回那個貨幣來做 所以很多人才都不夠 所以你說多少倍 我真的不知道他有多少 現在我才知道 The sky is the limit 就是那個天空城 是他無限大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最先入行 有機會就在上面 接著再請人 你升職機會 還有成為我們叫做 就是那個 什麼叫做十八羅漢 多少羅漢在上面的人 變成對那個公司 你的股份其他東西 就會有那個貨幣 直接掛鉤 前途無限 那我真的不僅是一畢業 就可以不需要去仇穩 甚至乎是未畢業 都已經有機會被人搶 可能對於這方面 有興趣的朋友 不妨想一下 怎樣向長遠發展 不過說到長遠發展 香港其實正在來 還有什麼地方 可以做得更加好 去發展金融科技 稍後回來繼續跟兩位嘉賓聊 繼續回到致富通的Fintech全方位 阿波 我當我們就是剛才那節 說的一些限制 即是不夠人 當我現在開始培訓 亦都是有一些不同的 協會學會 如果他有些專業資格 就是幫幫忙的話 轉工最快 對,希望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怎樣可以令Fintech 在香港更加普及發 或者我們的未來發展方向 譬如說政策方面 會否有什麼幫助 我覺得政府已經一直在做 可能大家可以說一下 香港就是國際金融中心 這個Fintech一定很好 Tech那裡就落後 現在一直趕上 但是它在一些制度上 就已經做了一些事情 因為其實你要多些錢 投資一些我們叫初創的企業 你需要錢的 投資了之後 不是每個成功的 我們用我們投資組合的理論 即100投資理論 投資100間 有兩間成功就可以了 因為全部輸了,零的 兩間成功上市是升幾百倍的 你可以看看 從你剛才的初創真是成功 如果你有多些這些 我們叫做初創的基金 但是它要退出 我們叫做退出 要退出這個市場有的 如果你要賺錢 賺大錢才上市 你在美國科技股2000年就是這樣 輸了多少錢 倒到其實真是重要 現在才剩下這麼多科技 那你香港就有同股不同權 終於推出了 涉及了監管機構 其他東西 以前反對得很重要 第二就是沒有盈利都可以上市 這兩件事 香港做了之後 我想就會改變了這個生態 所以現在看到生化科技 很多東西 有個B字的 就是沒有盈利的 現在生化科技 藥都是一個科技 這也是很多需要 因為你現在二十多歲 我在大學或讀完博士研究到 我沒有錢 但如果我集中 有人看到我給他錢 就不像我 我創立這間基金公司 自己的基金公司 很快的 28歲 都要儲了錢 有人脈才做 還要沒有風險 但如果你做了之後 你一直研究得好 然後有人再投資 A輪、B輪、C輪 你就很快可以… 成功的機會大 還有他可以做你的 我們叫做Menta 就是他有經驗 看過這麼多間 他又有關係幫助你 在社會、大學 各方面幫助你 人才幫助你 你成功的機會大很多 這方面 政府開始做了事情 還有Cyberport和Science Mark 都有一個政府的分 叫Macro Fund 如果我們做的基金 是投資初創 其實我們也開始想做一個 初創 幫助香港的企業 他會配合你一半 就是說你肯投資 他就給你一半 總之你的錢也肯虧 他就給你了 這就變得很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制度 香港在金融的方向是好 人才有自由 其他… 我想全世界 如果說全世界便利食 做生意的成績 第三 自由到比美國好 比其他地方好 香港來說 根本比很多地方好 所以就是人才的追合 還有金融科技發展 是要的市場 即是你叫做屬性 還有就是因為金融科技 可以無遠乏界 去到很多地方 但是香港這麼小 只有幾百萬人 怎麼辦 所以就是大灣區 其他東西 你看香港現在幾個創業 做得金融科技 譬如有兩間公司 地區做得很好 你看到他們全部都是做了之後 就在內地做好 有一個就是利用菲傭 印尼其他東西 百多元就成功了做了一個基礎 接著發展整個亞洲 所以一定要有範圍 有範圍就一定要在大灣區 所以如果大灣區又是普通話 一個小時 我覺得年輕人 應該把握這些機會去做 那些人也需要很多香港的服務 無論保險 我們看到很多 以前香港的保險 又便宜又漂亮的產品 所以要排隊買的 如果那個排隊堵住你 你就不喜歡它 但是如果你用金融科技 根本就… 他也不用下來 其實他也不想下來 他下來想享受 叫他排隊去買東西 真的 如果給我 我就不喜歡去歐洲排隊買東西 別說任何名牌我都不想 所以我其實… 我當然想玩、享受、生活 還要我排隊做事 當然不是 我有錢當然… 我想大了 我是消費者 所以我們應該做了這種生態 令到人、消費者或投資者 舒服 隨時都可以做到 即在任何一個地方 都可以透過香港 有一個好的法治 制度、監管各方面 以及我們有好的金融科技平台 所以我們做了大灣區之後 可以做到整個中國 跟著一帶一整個亞洲 跟著我們可以去 那麼香港人 我們的生活水準 就好像… 我想還會比瑞士更好 Darren 其實剛才你也提到 Fintech當中不外負ABCD 有沒有說ABCD 哪一樣東西 其實有機會 我們看到是行得快 或者香港是有一個優勢在這裡 是特別做這個專門的範疇 是會做得最好 如果純粹以ABCD來說 我自己覺得Data Analytics 是一個發展得會很快 還有香港是有這樣的人才 和資源去做的地方 因為Data Analytics 其實是所謂的大數據 大數據 其實我們在大數據裡面 找到消費者去消費的模式 甚至乎一些我們不知道的潛在的消費者 或者潛在的產品 我們都可以透過大數據 做一些Data Analytics 來推出一些新的產品給消費者 例如說虛擬銀行 虛擬保險 也是 現在其實新世代 我們說了很多都是自然化 如果透過大數據 我們去推出一些產品 一些服務給消費者的話 其實是很吸引 而且都是從服務員的角度來說 可以很快推出這些服務給消費者 但其實要令到FinTech 真是普及化的話 除了要滿足到新世代的消費者 那種消費模式 我們都要想想現存的 還有很多傳統型的消費者 怎樣令到他們更加有信心 或者是有沒有一些東西 原來只要是一些金融公司 做多一點的 就是讓大家了解多一點 什麼是FinTech 其實可能我們都可以打動到他們 是的 我覺得這件事 我覺得FinTech Education 就是教育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現在出了那些 例如虛擬銀行 虛擬保險 慢慢應該要做多一點教育的東西 首先我想他們是沒有客戶的 他們做的客戶一元都做 所以這就是金融科技好 很多東西的成本又少 但是他一元都做 譬如說我們以前這樣 聽一些小歌儲錢 我未夠18歲 我開不了銀行戶口 但是現在這些如果可以做的 我一元都做到 年輕人的可以儲錢 又可以買股票 我買四分之一的股都可以 我喜歡某一些科技的股 很喜歡甚麼都可以做到 我認為這是好事 但是我覺得這些年輕人會願意學 因為銀行做不到 他又做到 而且不用外出 父母又年輕人想試新東西 我覺得這些沒問題 對於你來說 譬如說比較成熟一點 我覺得隨自今次有很多Catalyst Catalyst的催化劑 譬如說疫情就是一個催化 其實手機已經開始催化 正如Darren所說 他會說越來越普及 接著IoT就是整個什麼 你周圍環節 連一坐上車 他已經叫你買什麼買什麼 做什麼的時候 其實… 而且你不用駕駛車 要知道5G之後 原來又不會浪費車 又不會撞車 那麼危險 你就可以做到安坐車 安坐車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那這些事情 我覺得就會迫到 其實這個趨勢已經在行 不過疫情或者其他方面 或者現在這個時代 是加速了就快 再加上我們這些虛擬銀行 虛擬金融機構 他開始有些客人 他現在都是有Focus Group 譬如找2000個幼生仔 2000個30歲 再大一點 那麼他們看看他們的習慣 怎樣適應 那麼他拿到那個策略 我想他就會跟著做 很多叫Fintech Education 等於他們投資者教育 那麼這個也透過貴電視台 能夠做很多這些事情 是幫助更加人認識 放心 知道原來不只是按個號碼 又要看眼睛 那個技術很難 有些還要看血管 不知道微思血管那些東西 他是很精細都可以的 基本上就很準確 亦都很… 讓你自己簽名 牙煙就好很多 所以很多東西 如果令到他們放心 他們會用得多 所以我覺得 傳統的金融機構 會面對一個很大的… 現在他擁有客人 但是客人是在走近的 就像年輕人 年輕人會一直年長的 慢慢大一點 結婚他有錢的時候 他繼續不會再用舊那一套 他們就不會再轉 舊的客人一直損失 所以舊的客人一定要轉行 如果不是的話要轉型 如果不是他就損失了 還有我們叫富二代也好 二代也好 我們那些可能… 如果有資產剩下的 就比下一代 下一代就變得有錢 那那些就很快 所以傳統的金融機構 一定要急起直追 快點轉型 快點做到投資教育 包括現在現成的客戶要做 所以他就可以幫助現成的客戶 就算舊有的客戶 都可以再快轉型 那我相信這個速度加快 已經不是說可能是十年後 或者二十年後的願景 分分鐘是透過這次 可能一個世紀疫情事件 令這個速度加快了幾倍都不定 可能短短幾年間 整個金融市場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變身 今天謝謝Paul 也謝謝Darren 跟我們分享了這麼多 之後就有一些最新的發展的時候 再繼續更新我們 好嗎 好的 謝謝兩位 我們現在在看智庫財經的YouTube Channel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之後 按下小鈴鐺 我們有最新的訊息 以及最新的影片 大家就會看到的 我們還有一個Facebook的Fan Page 大家記住也要支持一下